你是不是也同样好奇 日本人的脑袋到底装了什么神奇的东西 就像小叮当的白宝袋 总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奇特道具 欢迎来到脑部记 今天要带你来看五个只有在日本才会出现的奇景奇物 第五 催眠没推诊 现代人因为生活压力导致失眠问题越来越严重 所以能利用工作空档时间休息一下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压力大的大和民族发明了眉腿枕头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把眉腿枕放在桌子上就可以躺好躺满了 据说是专门为眉腿控设计的 号称能够得到更好的睡眠效果 相信眉腿控的朋友们都应该很想躺躺看吧 第四 透明橡皮擦 日本文具老牌SEED是制造橡皮擦的著名厂商之一 每年都会推出新款橡皮擦 目前新推出一款全透明材质的透明橡皮擦 放在日光下也能穿透 而这个研发的背后只是为了一个超暖性的原因 SEED公司花了五年的时间才研发出这款透明橡皮擦 因为用船头的橡皮擦擦掉东西时会看不到擦掉了什么 但这款透明橡皮擦可以清楚看见擦掉的部分 对于设计绘图的人来说非常实用 可以仔细擦掉小细节 也让文具迷们忍不住大声说太棒了 第三 日本的九龙城 许多港片常常以九龙城为拍摄背景 而日本的一家游戏公司也在日本当地复刻了九龙城 为JR川崎站出口约走10分钟的地方有一栋怪异建筑 没有任何玻璃窗而且包覆着锈石金属结构 这栋建筑叫做Dangon九龙城堡 整栋大楼都按照九龙城的老照片和影片实际复刻制作 而标志性的妓院、非法诊所、赌场、大牌档也都通通被搬过来了 让游客仿佛就像进入了时空隧道回到了80年代的九龙城 出口更是一个玄妙的八卦阵 让人一下子回到了现实 这是装置艺术家Tashiro Hoshino设计的主题公园 不得不说他的作品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第二 用人体表现的动物图鉴 听到动物图鉴是个字 一般人都会觉得那就是给小朋友看的书 古生物插画家川崎物思 异想天开用人体来呈现各种动物骨骼构造的插画 从最初在推特上引发话题的乌龟骨骼构造 还有鳄鱼、蝙蝠 这些身体构造跟人类相距甚远的动物 都在这本图鉴中全被硬生生的变成了人类 来帮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些动物 也纠正了我们常常误解的一些动物身体构造 而现在这本《龟壳就是肋骨》用人体表现的动物图鉴 在最近已经正式出版了 大家去迪士尼的时候一定都有拍照纪念或打卡的经验吧 你们有用过换脸APP拍过纪念照吗? 在推特上的HiSafe LoveBots 主要是分享平成年代令人无法忘记的事物 其中就有个网友在迪士尼拍了换脸照片上传 而让园区内的巨大湖低头变成了著名的景点 自从换脸APP出现后 很多人都会尝试各式各样的东西换脸 拍摄的成品不是很好笑就是很恐怖 这个APP虽然好玩 但恐怖的是镜头侦测到人脸 但那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吧 嘿嘿 看完以上五个让人嘖嘖称奇的巧思 你们是不是也开始佩服日本人的脑袋了呢? 如果你知道更多奇怪的发明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不要忘记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拜拜 by bwd6